外籍看護拿出小點心分送 悉心照料養護之家老人家 111年台灣外籍勞工 總人數逐步回宣 達到72.8萬人 不過人力銀行統計 光10月就缺工108萬人 勞動部長許明川13日證實 將引進印度移工 如果能夠新增我們的來源國 對於國內的雇主 在選擇上面會有大大的加分 計畫最快12月就會完成簽署 移工合作備忘錄 MOU並投入製造 營建 家事工作 與農漁業等領域 不過網路上卻炸鍋 有網友在社群平台直批 台灣會變成性暴力指導 擔心由於印度男性 極度不尊重女性 印度每15分鐘 就會有女性遭到性暴力 工廠啊 那個附近的環境啊什麼 如果說治安沒有很好的話 對 其實還是會擔心 會有點恐懼感 因為畢竟他們生活習俗 還有一些跟我們不太一樣 來勢必一定是往南亞地區去發展 台灣跟印度這幾年的關係 不錯 印度也有疫藥輸出 另外各有專家指出 其實台灣缺工應該是環境問題 而不是人力不足 你的薪資你的勞動條件 要符合這些人的期待 他才願意去嘛 在台灣外籍勞工逃跑 早不是新聞 政府開放引進印度勞工 卻不重視低新現況 恐怕只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 這方面就往一提 特別報導